这场考试 女孩写断了好几根铅笔 老师觉得好奇 就走近看了一下 他竟然把这卷子 写的全是数字 眼看时间就要到了 但女孩还不停 反而还越写越来劲 老师也没管那事 直接把卷子收走了 结果后来一下课呀 女孩却神秘消失了 老师们焦急地搜寻着每个房间 最后在一处小黑屋中找到了她 双手沾满鲜血的女孩 在她身边的墙壁上 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数字 嘴里还边念叨 这可把老师吓得不行了 他认为这女孩不太正常 于是就跟家长达成一致 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 就这样 转眼间50年过去了 这一天 学校在举办周年庆 老师们取出了 之前埋藏在地下的时间囊 并将里面的日记 一一发给孩子们观赏 其中一个名叫小冬的孩子 分到了 当年女孩写下的神秘代码 疑惑的小冬绞尽脑汁 左翻右看 也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 于是就赶紧回家找老爸小帅 小帅是一个大学教授 专门研究天体运动 小帅却发现了问题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帅简单破译了一下数字 其中的一部分是日期 他就按照日期在网上搜了一下 2001年9月11日 原来是911事件 造成了2996人死亡 而纸上果然写着2996的数字 小帅为之一阵 不会吧 这是50年前的东西 而灾难却是发生在几年前 也就是说 这些数字竟然具有 预知未来灾难的能力 小帅急忙对所有数字展开研究 所有数字日期灾难死亡人数 竟然完全对应 小帅人傻了 这些数字可都是50年前 一个孩子写的 难道他能预测未来 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截止到最近一次灾难 这后面还有很多数字呢 未来什么时候发生 会死多少人 纸上写的是一清二楚 这中间还有一些数字 没有具体含义 小帅这脑子嗡嗡的 这事给他瞅的 一宿没睡觉 第二天 小帅就把这重大的发现 告诉了小明 小明却认为死亡日记是个恶作剧 并且呢 还有一半的数字没有破解 并不能代表什么 小帅告诉小明 纸上还有三个日期 还没有发生 倒是看死亡的人数 能不能对上 日期最近的一天 就是明天 回家之后 小帅看到有个神秘人 在跟儿子聊天 小帅赶紧跑去 想看怎么回事 那神秘人看到有人来了 开车就走了 小帅非常担心 问儿子有没有受伤 但儿子说那人挺好的 给了他一个礼物 他一伸手是一块黑石头 小帅这事很怪 决定照例没收 第二天 儿子打电话说外面在下雨 让小帅过去接他 而就是这通电话 差点要他命